好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是投票日 不晓得您出门投票了吗 我们在新北市树林这边呢 因为雨室是一阵一阵的 所以呢 其实人潮也是一阵一阵的 那在您出门之前呢 其实有些投票须知呢 我们想要说先来告诉观众朋友 首先呢就是今天早上八点 也就是现在呢 您就可以出门投票了 那在下午四点之前呢 您要完成这个投票的动作 好什么人可以投票呢 首先就是您刚年满二十岁 也就是你在2002年11月26号 就是说如果你在2002年 这天出生 今天生日的话 您是有投票资格的 但是呢你不能受到 就是你必须要是 未受监护宣告者 而且你也必须要在 这个选举区设计 而且连续居住四个月以上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在新北市树林呢 你就必须要在这里设计 而且你要连续居住 四个月以上 你才有办法呢 在这边来投票 而另外呢 今天还有个18岁公民权的 修宪副学 同样呢 你是必须要满二十岁才科 可以来投票 而且呢 也是必须要 未受监护宣告 那你必须要在 比较不一样的是 你必须要在 中华民国继续居住 六个月以上 你才能来投这一张票 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 你要带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有投票三宝 这三宝是什么呢 包含了国民身份证 印章 还有你的投票通知单 不过呢 我们要特别告诉 观众朋友的是呢 其实呢 如果你印章没有带的话呢 你可以盖手印 或者是呢 你可以用签名来替代的 那投票通知单 万一您 忘了带出门 那也是没有关系的 您只要带着 你的身份证来到现场 那请学务人员来帮你看看 您的投开票所 这样子 好 哪些东西是不能带的 手机 摄影器材 你在进入投开票所之前呢 就必须要把手机关机 那如果你没有关机的话呢 就是放在外面 好 选举相关的物品 或是服饰 像是呢 我们带的口罩 衣服等等呢 上面都是不能有选举的 可以辨识的包含的数字 颜色 包含的数字 还有候选人的名字啊 等等的这些呢 都是不行的 好 那很多人在问哦 那确诊发烧还可以投票吗 这个部分 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看 首先就是你确诊的话 因为确诊呢 是必须要隔离的 就是你必须在家 不能出门的 所以 因为你不能外出 那你当然不能来投票 那如果你是发烧的话呢 这个投开票所呢 会有个专用的通道 让你一样可以是来投票的 好 这是两个 关于确诊 还有发烧投票的状况 好 另外呢 就是投票须知 这一次有多少人可以投票呢 根据中选会提供的资料 这一次呢 直辖市 还有县市长的选举人的 人数呢 是18967771人 而可以投18岁公民权 秋县公民 复决投票权的人数 也就是年满20岁的人呢 你有19239392人 好 手头组呢 大约是76人 76万人左右 76万人 好 那你在投完票之后呢 其实还有一些事情 要请观众朋友来特别注意的 就是你不可以把你的选举票 或是你的公投票 带出投开票所 否则呢 你会被处理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益或是一颗 新台并 15000元以下的罚金 那你也不可以撕毁选举票 或是你的公投票 否则呢 那一样会被处以 新台并是5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一次呢 其实特别受到关注的 还有这个18岁公民权 修宪复决投什么 我们还是要再次 跟观众朋友强调 是这一次你一样 要年满20岁 才能够来投这个公投的 这个修宪复决的 这个公投案 这是史上的一个 修宪复决案 它是为了要下修 选举的年龄门槛 让18岁以上的国民呢 都可以有选举罢免 创制复决公民投票 还有参与公职人员 参选公职人员等等的权利 那通过的门槛呢 就是你 我们看到这个投票权的人数 是1923万9392人 你如果要通过的话呢 你的有效同意票呢 就要超过选举人数 总额的半数 也就是说呢 这一次投完票之后呢 我们要有9619697张的同意票 这个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 才算通过 好 以上呢 就是这些关于这次选举呢 关于朋友 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那以上呢 就是现场的最近消息 我们把时间镜头 交换给彭内主播 感谢观看